前几天我们分享了超级多的AI工具 关于AI的新闻真的是非常多 而且这些科技 犹如闪电般那样的推出 微软推出了Corepilot Oper AI推出了GPT4 Midjourney也推出了第五个版本 Google也把AI功能 植入去Google Workspace里面 工具多的可以说是眼花缭乱 可是你敢相信吗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工具 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东西了 这个星期有更多 更疯狂的工具推出 最重要分享的 就是Adobe新推出的FlyerFly Bing也推出了图像生成工具 好像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 还有PlayGuard AI类似的工具 Google Bark也在这个时候推出给大众 还有文字生成图片我们听得多了 可是你有听过文字生成影片吗 今天这个视频内容 就会包括以上我所说的东西 在这个视频还没开始之前 别忘记先把这个视频给点个赞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给你带来一家值 记得点个订阅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发更多类似的视频 分享更多的AI工具给大家 想要错过任何消息 记得订阅起来 想要更加进一步去支持这个频道 可以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链接 购买我daydo的调色蓝蓝包 帮你一键调出网络照片 可以帮助你调色之余 也可以帮助到我更加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就来到今天刚刚公布的Adobe Firefly 这个就是它的网页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Adobe Firefly它是一个图像生成工具 这里的图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还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不同的工具 比如说文字生成图片 或者是一些字体的效果 这里通通都能做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像生成工具 到底有多好 会不会比Mid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来得更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能生成出来的图片 哇,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你看到有那种很梦幻的感觉 你看这一些 然后在旁边还有很多不同的设置 你可以根据你要的需求 或者是你想要的风格 去对你的图片做出相对的调整 在这里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可以选 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色调哦 哇,你还可以选 好了,就一个Doughnut的提问 它就生成了这样子的图片出来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看到有多梦幻吗那个感觉 这个就是它所介绍的Adobe Firefly 字体生成工具 你可以在你的字体上放任何的东西 在这里它就用一个Doughnut 或者是一个微化饼干来做一个例子 哇,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这些这样的功能是需要你有很高的Photoshop知识 你可以做到的 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你只要给AI去做出来就行了 如果你问对的体温的话可能少过一秒 你就可以生成这样子的图片出来了 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Adobe现在它真的是要发生了 这一个就是它的新功能了 哇,你可以把那个人物的背景给放大 如果你要换它的衣服也没有问题 它就写一个Rig Jacket 换了,立马换了 你还可以把那个人的脸部细节给改变 哇,真的是非常厉害 你要做一个3D图片出来也行 要做一个生日卡也行 你要把那个狗换成不同的造型也完完全全是没有问题 然后也可以生成一些艺术品出来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而且你有注意到吗 它给的提问不是很长罢了 你只要输入很简单的提问 它就可以生成你要的效果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Adobe今天所推出的新功能 现在这个Firefly还在测试当中 如果你想要去尝试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点一下Request Access 如果它选中你 你就可以去尝试它们的新功能了 你可以画你图片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之前所说的那个Door 1呢 对了,它的功能和OpenAI的Door 1是很相似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看的 就是Door 1和Adobe Firefly 到底哪一个可以做出更好的图片 还有得到相当好的效果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新的动态 毫无意外的也是来自我们的微软 也就是目前站在AI时代顶端的男人 今天微软就发布了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消息 就是Microsoft的Bink现在可以生成图片啦 各位,你没有听错 生成图片 就好像Door 1,Stable Diffusion 跟Mid Genie 可是现在Bink AI也有这项功能了 在这个微软的网页我们可以看到 问它可不可以把太空人 宇宙 还有向热葵 融合在一起 生成一个图片给你 果然它就生成了四张图片给你 你看到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比起几个月前 能生成出来的AI图片 跟这个比真的是天然之别 完全是没有的比较 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就是Bink AI 它现在所用的生成图片模型 是用着OpenAI的Door 1来生成图片了 在这里你就可以摆飘Door 1模型了 就好像我上个视频教你如何得到GPT4语言模型的实体操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那个视频哦 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用Door 1的功能 你去到Bink Chat也是同样可以做到哦 还有如何去开取这个Bink Image Creator呢 在这里从未来的网站它也有教你如何用Bink Image Creator 在这里你就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 然后你就会来到这个页面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图画 这些图画全部都是AI生成出来的 现在AI生成图片的技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的好 这个AI进步的技术不是用年来推算的 而是用天或者用小时 这个AI真的是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更好 它进步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我真的一点都没有夸张 几个月前我们都看不到AI生成这样子的图片出来 现在微软随手就把一个黑科技这样子丢给大众 给你们去体验 这个就是它的页面我来介绍一下 这一个就是叫做Image Creator 就是Bink自己图片生成网站 然后在这里就是你所输入的东西 你要输入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一个狗在太空装里面 或者是一个大奔向穿着西装 还有一个仓鼠在看着魔法水晶球 通通都没有问题 在这里我就打很普通的东西 就比如说Dog in space 一个狗在太空上面 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按Create 点击点下 然后我们就等那个图片生成完就可以了 这一个就是它所生成出来的图片了 你看它的画质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真的没有想到它能做到的画质出来是这样好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这个也是不错 这个也是非常好 你看到它的细节 还有它的毛这里 慢慢融入去那个太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完全看不出这个图片是AI生成出来的 因为完完全全是没有瑕疵的 第三章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还有一个双重曝光的宇宙在它的身体上面 这个细节就做得更好了 它的眼睛的那个清晰度非常非常的好 它这水王王的眼睛看了真的是非常像一个真真实实的狗在我的前面 好了这个就是Bing image creator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我会把链接留在视频下方 有兴趣的你可以自己去尝试哦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Google今天真实的把它的聊天机器人Bud AI 真实开放给大众了 在它开放的同时 它也有跟大众说这个Bud聊天机器人不是完美的 在这里我就觉得它有一些矛盾了 如果一个产品不完美 像为什么你要推翻给大众呢 你公开了一个有缺陷的聊天机器人 如果这个聊天机器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故障 这样子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可是它为什么还是要推出一个有缺陷的聊天机器人出来呢 这个你和我也知道 隔壁的微软实在是太强大了 微软就直接把Google逼到去墙角 在这个时候Google也不能说不了 只好乖乖的把它不完善的AI聊天机器人 推翻给大众 因为Google再也不想要错过这个AI列车了 Google Bud不是一个完善的语言模型 而且他们也还在处于一个测试中的状态 然后Google的CEO 他也推出了这个Bud AI给他的8万个员工 给他们去测试这个大型的语言模型 还警告他们说things will go wrong 单单从这些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到 Google的Bud AI是很不成熟的 因为他的CEO自己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 Bud AI is not perfect and things will go wrong 当Google的总裁也给了这样子的忠告 也用得我更想去尝试这个Bud AI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不知道他跟他隔壁的竞争对手 Chattivity未来的更好呢 或者是更逊色 然后这个就是Google Bud的网页 在这里你就可以加入他的名单当中 你就有机会去尝试这个Bud AI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伙 可是在这里Bud不支持在我的国家 所以我就没有的尝试了 可是连接我会留在下面 我也有在网上看到 通过申请需要很短的时间罢了 所以如果你可以join 直接就join 抢先一步尝试到Bud AI聊天机器人了 我就没有的尝试了 所以我就去推特 到底人家对Google Bud的评论是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图片就是 How long will it take before Google Bud will be shut down 这个人就问Google Bud几时会关闭 人家才刚推出罢了好吗 你就问人家几时关闭 这样规矩吗 然后在这里Google Bud还给出的答案就是 Google Bud会在一到两年内关闭 不是吧 大哥你自己才刚推出罢了 你自己就讲你自己会在一到两年内被关闭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搞笑 下一个人他就提问 一年里面的头两个月 是叫January还有February 接下来的月份叫什么呢 Google Bud的答案就是 January February Merry Aprilary Merry Juori Octobery Novembery Decembery Octobery 这个就是Google Bud 我给出的答案了 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 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 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到为什么 Google的总裁说Google Bud还没成熟 而且还可能会出错 你看到他的答案有多搞笑吗 然后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 同样的他问Google Bud 几时会关闭 然后这里Google Bud 他可以出的答案就是 Google Bud已经倒闭了 它是在2023年的3月21日倒闭的 不是才刚推出罢了吗 你在你刚推出的前一天已经倒闭了 所以这个就是Google的重大公布了 Bud AI已经正式面世 给大众去尝试了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Runway有新的搞作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Runway 之前我有发过一个视频 介绍Runway的一些功能 其中一个它很厉害的功能就是 它能在你的视频里面移除你不必要的物体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也很详细的去解释 有兴趣的你们也可以去看那个视频 我所分享的只是冰山一角罢了 Runway它已经不是两三个月圈的Runway了 就是现在还能把文字变成一个视频 文字变成图片我们就听得多了 现在Runway它就要把一堆文字 是变成一个会动的视频了 而且这个工具它已经出了第二代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它的介绍了 它进一步的速度是用星期来衡量的 它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好 它一开始的model 跟现在的model 想比 真的是好了非常多 Not too long ago Runway pushed the boundaries of generative AI with Gen1 a video-to-video model that allows you to use words and images to generate new videos out of existing ones In the weeks since launching the model has constantly gotten better 看到吗? text to video 现在已经来了 第二代了 更多的效果 更多的效果 And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gained access we unlocked entirely new use cases and displays of creativity And today we're excited to announce our biggest unlock yet text to video with Gen2 Now you can generate a video with nothing but words No driving video No input image Gen2 represents yet another major research milestone And another monumental step forward for generative AI With Gen2 Anyone anywhere can suddenly realize entire worlds Animations Stories Anything you can imagine Gen2 Coming very soon to RunwayML.com 看到它的宣传片真的是非常的热血 搞得我很想立刻去尝试新的功能 文字生成图片我们就听得多了 可是现在AI做到的东西已经是不一样了 在它的网页就给了一些例子 就你打 Area drone footage of a mountain range 它就从这几个字 然后生成这一个影片出来 傍晚的阳光透过纽约市阁楼窗户窥窥 窥视 你看到吗? 就从这个简单的文字 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电影感的视频出来 这一个就是Runway的第二个模式 就是你给一个参考图它 然后你和它说 一个男人走在街上的低角度镜头 被周围的酒吧的霓虹灯照亮 然后它就生成一个视频出来了 虽然说这个视频的主角的眼睛好像有一点点做的不到位 可是你别忘记 在一两个月前我们所看到的AI生成图片 它也是会得到类似的效果 可是转眼间你看看今天的 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好 这种问题玩玩就全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只是开始罢了 我相信它在不长的未来一定能做得非常厉害的东西 就是你拍一张照片 然后把它换成一个岩石摄影 看到吗?摄影师完蛋了这次 根本不需要在那边拍岩石摄影了 根本不需要在那边开个三脚架 然后回到去你还要做后期的调色 把那几百张图片 融缩成一个几秒钟的岩石摄影 现在你可以让图片它 AI就能马上生成出来了 除了图片 它也能把你的影片变成一个你想要的风格 你原本的影片是这样 你想加入这个图片里面的元素 它就生成一个这样子的影片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我给你猜一下它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给你三秒 这一堆书本它就会变成 一堆高楼大厦了 这些全部都是AI的杰作 好像你不喜欢这个狗 然后你就写一只白纸皮毛上有黑一点的狗 它就形成一个半点狗给你了 还有它也能把你的3D模型变成一个你想要的场景 这个就是Runway Gen2的文字生成影片出来 最近真的是有非常多的AI工具推出 有趣的是科技巨头们都纷纷赶上这个AI的列车 工具处得一个比一个好 一个比一个更厉害 它们之间的互相竞争 得利的就是我们 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有机会去尝试这些AI工具 还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黑科技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点个赞你在干什么 赶紧把那个赞给打去蓝色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内容给你带来价值 记得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因为在未来我将会推出更多类似的视频 这个频道我会无时无刻的 跟你更新AI最新的消息 有什么好的AI工具 第一时间我就会分享到给你们 想要更加进一步去辞职这个频道 参加这个频道的会员 或者点击视频下方的第一个连结 购买我爹读的调试蓝包 帮你意见调出网红照片 可以帮助你调试之余 也可以帮助我更加专注 去创作更多免费的内容 在这个频道给大家观赏 好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